中国的二十八星宿 实际上这个跟星座 它是大同小异的 为什么叫星宿呢 就是月亮所在的那个方位 我们就叫宿舍 更形象 我们比它们要高级的多 不是这个名字的问题 我们来看 这个黑板呢 画得大家看不太清楚 但是呢 有个图像 宿里面有墙 中国就有异象 你懂得我这样在比划 就可以了 还是这个类似的图 一个地平线 月亮也是动胜其落 那月亮走的这条线 一年四季下来 比如说今年在这 今天在这 明天在这 一年下来 这一条线 你叫白道 那西方用的是赤道 太阳 那为什么要用月亮的中国 因为有月亮的时候就有星星 这样更直观 月亮在哪 一看 星空这些星星 就知道了 那在东方的这些星星呢 这就是一条龙 不管是不是龙 我说是就是 南方就是一个猪雀的形状 我们把它连线出这个样子 西方 北方就是一只白虎 北方就是一只玄武 龟加蛇 这个大门天区就分开了 这个就叫四巷 那四巷里呢 每一个巷 又分成七个小的区域 这就叫四七二十八 二十八行雄 就这么简单 那三圆呢 三圆 就是说 这个就非常的 更加奥妙的 那就是地上有什么事 人间有什么事 对应天上 我们就把它画出 更形象的三个圈 这个三个圈 为什么 我们不具体延伸了 就是在我们北半球 以中国为中心 中原 那个时候关天之后 这个三个圈处在的位置 其中一个呢 叫天事园 一个叫 我们就简单来说 一个主管政治 一个主管经济 一个主管文化 一个老百姓地方 一个 这个行政的 关书 还有一个是 政界的 当然这个政界的 一定是在中央的皇帝 住所 请过 这个住所里 比如说有太子 那太子就是其中的一个行 有后宫 整个后宫 就是一个行 我们一个点 就代表了一个 人 或者一个事 那当然了 有一些 好几个点 代表 这么一个整体的事 而西方的那个行动 完全是 根据他们的神话人物 一个人 或者一个兽 一个器物 工具 大多数都是瘦 可见西方跟他们这个 身体这个毛发还没有退 很有关系 净化来的嘛 打扰 所以说 这个就可见了 同时呢 这个太阳 中国也是有的 就是说太阳出现了这个位置之后 那当然一个黑天 一个白天 我们要参照图文 因为有了大气层的阳光 他看不到 那我们也能记录下来 这个就干什么用呢 就是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 吹下秋冬 代表了二四节气 这是所谓现在最先进的西方的 二四星球 二四星座 中国叫星次 中国也有自己的星座 而晚上这个叫星庸 那根据这个内向 就可以算各种各样的事情 关于这个 这个具体的星学 现代以及古代的很多 我们以后有机会在说 我们这jekt施的没有 那么可以 如果我们准备